污水处理主要的三个关键工作环节是什么?污水处理的产业链是怎么样构成的?污水处理的工作环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。 一是污水处理,包括工业废水的处理和生活污水的处理。 二是污泥处理,是指针对污水处理后产生的污泥进行填埋等处理。 三是污水在回收利用,是指污水精适当处理后,达到一定的水质标准,满足某种使用要求。 可以进行有益使用,属于污水的深度处理。 污水处理的产业链,可以分为上游中游下游。 中国污水处理产业链上游为原材料及设备。 中游为污水处理厂建设及运营。 下游为污水处理末端市场。 污水处理产业链上游主要包括各类污水处理设备及配套材料的供应,包括污水排放管网、水质监测设备以及污泥处理设备的生产制造。 在上游领域,污水处理设备及配套材料供应代表企业有海浦欧环保、杰豪环保、清水源、太和科技、塞莫飞、鲜河环保、正达环保等污水处理业的中游。 主要是污水处理厂建设及运营管理。 目前污水处理专案运营方式主要有Bot、Tot、Debo以及委托经营等。 在中游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营领域,代表企业有 北控水务、首创环保、重庆水务、碧水源、国中水务、博天环境、汉兰环境、金达莱、大雨节水等。 污水处理的下游主要是中水回用、污泥处理等污水处理末端市场。 在下游市场代表企业有 启迪桑德、国联环科、中科博联、光大水务、新荣环境、福日股份、中拓环境等。